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2014年新联谊是数千名的香港人走上街头 要求2017年实行真正普选 允许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所有党派候选人参加特首选举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统治之后 几届的香港特首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的 而1200位的委员大部分是亲北京人士 很多香港人认为由北京亲典的历届特首 并没有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香港基本法对特首选举做出了哪些规定 香港人在2017年实现普选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的总裁何频先生 何频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skype参加我们的讨论 以及香港独立学者罗小鹏先生 罗小鹏先生在香港通过skype来参加讨论 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 仍然是400120551 请您随时拨打电话来参加题目的讨论 首先请问人在香港的罗小鹏先生 对香港而言普选是什么样的概念 另外香港基本法当中 对于香港特首普选的规定是怎么样的 还有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香港普选的解释是什么 请您来介绍一下 我还真没有做这个详细的功课 但是因为我身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在电视上多少也 现在它这个最主要的现在就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 那么这个基本法呢 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 必须由提名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来产生 它有个制度化的要求 那么但是呢 怎么样落实这一个 那就是泛民主这一边呢 认为就是说 应该给公民 这个直接提名啊 一个机会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中央派来的事法呢 等于就现在就宣布不想给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觉得我现在看不清楚呢 就是说这个民主派这一边呢 它就是下多大的决心 就是说是要选一个比较 大家多数人比较满意的领导呢 还是说在这个程序上要做一次这个 这个就是跟中央来这个做一次这个摊牌呢 现在还看不大清楚 总的来讲 我这个感觉是香港的这个气氛呢 是大家都比较忧虑 因为呢 这个觉得中央政府呢 没有诚信 就这是民主派的 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 那就搞不好 但是呢 总体上来讲 大家就是说 对香港的前景啊 不看好的人很多 那这个 这个因素呢 最后会怎么 但是从中央来讲呢 这个 希望把这一关混过去 就是说不要出大事 所以这个现在应该说前景并不明了 有可能最后 如果民主派比较坚决的话 最后就搞得选不成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罗小冯先生 您在香港观察 香港的民众 普通的民众 对这个普选是如何看的 是大家都非常看重这一次的普选呢 还是说光民主人士 是这么看重这次2017的普选呢 我觉得大家是 我觉得我的 因为我有些亲戚就是香港人 我觉得他们呢 这个倒不是说 对这个普选本身 记得很大希望 他们是怕这个事情 就是说引起香港内部的冲突 香港跟中央的冲突 就是把局面搞得更乱 这是我接触到的一些香港的这个普通的 或者是比较一般的保守的这种市民的这样一种看法 何平先生 我们知道根据1997年 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呢 香港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也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实行所谓的特首的普选 那么2007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时候说 到2017年可以实行普选 2002年 那么香港立法会的委员 也可以实行所谓的直接的选举 那么可以就意味着不可以 而且现在据我们了解 香港的特首都是经由 1200名的选举委员会 来选举产生的 这1200名选举委员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来自 各界的功能代表 是由北京政府来任命的 所以香港人普遍认为 历届特首都是北京亲定 您对香港的这种普选 在2017年实行普选的前景 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 另有非常兴奋的一种期待 香港基本法里面 规定得很清楚 2017年香港的特首 是进行直选 那么香港基本法里面 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外交军事 是由中央政府管 那么香港的内政 就是由香港人民 自己来决定 但是由于英国人 在香港实行 殖民地的时候 他整个的历史 是很不光彩的 他既没有维护香港人的利益 更没有在他殖民的 统治里好奇 开放给香港的民主选举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 在97年回归以后 由于整个政治体制的 一个衔接的问题 变动的问题 没有办法的继续 没有办法的进行 这个抬手的这个选举 所以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进行了一个缓程的时间 也就是20年以后 1997年到2017年 20年以后 整个中国香港的社会 比较成熟了 大家到民主的这个价值 认识更成分了 那么实行这个直接的选举 这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但是由于两个问题 造成这个现在的这个 政治的冲突 第一方面是 中国有太多的这个机构 来参与插手这个香港的事务 除了这个传统上 有一个港澳办 还有一个中央联络办 还有统战部 还有非常多的台务机构 非常多的这个地的利益集团 那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它形成了一个保守的这个势力 他们非常担心呢 这个香港失去他们的这个控制 实际上这种 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它是产生性的 香港今天社会冲突的一个 很根本的一个原因 因为按照基本法规定 你控制了这个香港的这个防卫 军队控制在你手里 你控制了香港的这个外交 香港在一定程度上 实行这样一种环境之下的这个民主 它即使是老百姓形色的这个民主派 也没办法挑战你的军队 也没办法挑战你的这个外交 那么你形成的是 反而在一种可以控制的 这个情况之下形成了一个民主社会 而且这个民主社会 对于你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转型 是有帮助的 而且完全解决了你原来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不能实行民主 是因为中国地方很大 是民政素质很低 那么香港现在是一个民主 社会素质很高的一个地方 而且经过了很长时间 这个法治建设 如果进行了一个民主选举 符合了老百姓的这个利益 对中国大陆来讲 只会有好处没有话处 但是因为香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强有力的特务系统 强有力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政商高级在一起 跟重要的权力高级在一起 他们试图去破坏这种体制 我觉得这种的结果是 自己欺辱 自己找麻烦 明天会造成香港长期的这个不稳定 由香港老百姓去直接去选举 香港的社会 才会形成真正长期的安定 真正长期的这个稳定 好的 我们现在线上呢 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等待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 这是黑龙江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黄先生 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对这个视频这么看 香港嘛 只要是有 就是英雄雄 他这个 搞这个独立的 想吧 老搞这个 对这个普选 中国 你是香港既要规划中国了 是中国的领土 那就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的制裁 因为你不知道大多有几个人 你少数也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打到这个普选的名义来干扰 所以就 他不是这个 这种香港的这个老兵设 还是拥护共产党的 拥护共产党的这个造成的 这是我的看法 我没有太听懂 这位先生说呢 他认为呢 基本上是普选 就基本上相当于独立 他认为这样做呢 是不代表香港人 大多数人的看法的 因为大多数香港人 都是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的 我就想接着这位 黑龙江的黄先生的话 问一下和平先生 那么香港是1997年回归中国的 回归中国以后呢 香港出现了 比较强烈的要求民主的这种 运动或者是愿望 从占领中环 到每年六四夜里的 维多利亚公园的 纪念六四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香港出现这种情况 您认为是香港人不希望 继续和中国成为 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有香港所谓的独立的这种势力吗 还是由于中央在管理香港事务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一些毛病引起了香港人 要求得到更多的民主的权益呢 何平先生 我觉得香港根本不可能 有任何独立的条件 因为我在香港工作过 我在香港的边缘上 边境上 深圳也工作过 非常清楚香港的水 香港的饮食供应 都基本来自于中国大陆 你要看你独立好了 你马上连水都喝不掉 对不对 它基本上 活抗基本法规定得很清楚 这个聚军 这个外交完全控制的 这个中央手中 所以我觉得 讲所谓的这个香港独立 单位他们有这个权力 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愿 但是这不是香港的 这个政治的举流 这也不可能成为 中国的这个政治 香港的这个政治现实 而是 而根本的问题 就在于 香港这么一个社会 基本法已经赋予了 他们一个权力 就是说 2017年 香港的特首是 进行这个选举的 那么在这段意义来讲 就是说 你现在不要让他 进行这个直选 而进行一个 小选的执行 那等于是违反 香港的这个基本法 等于完全是 自己制造一个动乱 自己制造一个麻烦 你还如果还是 继续按照这个 小选举的话 只会去造成这个 这个动乱 所以我觉得考不考 考虑这个习近平的 开明专制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时 就是他 争不争手 香港基本法 要不要 香港老百姓 进行这个民主选举 如果只有 现在民主选举 对香港整个社会来讲 我认为是平缓 香港社会矛盾的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按照基本法来行事 第二个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形成一个政治的权换 那么在政治民主 过程中 到底有哪些问题 大家通过香港的 民主选举 也可以发现问题 因为民主并不是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民主但是解决了 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 解决了一个长期 稳定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机制 并不等于他 很多问题就不存在 对不对 那么香港的 直接这个 直选的话 会提供中国大陆的 政治的这个文明化 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标本 所以我觉得 站在这个意义来讲 都是应该 应该是支持他的 也不是应该是破坏他的 好的 我们现在线上 有两位听众在等待 我们来接听一下 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天津的李先生 来简短的发表一下 您的看法 李先生你好 我是来自 听一个李先生 我觉得香港 作为两岸三地 来讲 它最有条件 是最成熟的 一个经济体 可以实行 比较好的 民主选选制度 台湾 大陆呢 相对来讲 各个方面的条件 比香港还要差一些 我觉得 如果说 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 能够忍受 目前的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不开化的 不民主的制度 说明咱们中华民族的 文明发展程度 还不很高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台湾相对要好一些 另外呢 我今天特别想 给美国之音 提一个比较善意的建议 给我印象呢 好像是美国之音 在接听观众 听来电的这个 这个时候呢 好像是过于过多的 追求 观众来电的数量 我觉得呢 更好的方法是 主持人 可以用 智慧来判断 如果 这个观众的水平 相对 低一些 那么 这个时间 可以压缩短一些 假如说 主持人认为 某一个观众 发表的言论水平 相对还是 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 收大家欢迎的 可以适当的延长 这就是我今天想发表的 好 谢谢李先生 可惜我们主持人 没有办法来 直接判断您的这个电话 好的 我们会 吸收您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位 重庆的张先生 发表他的看法 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 张先生 好的 张先生现在不在我们的线上 接下来 对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请在香港的罗小鹏先生来谈一谈 如果2017年香港由于某些情势 不能进行直接的选举的话 就像人大常委会说的 可以进行 言外之业可以不进行 那么对香港的这种 未来的发展 经济发展 民主的发展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香港和中央的关系 会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这个 那是应该是 大家都是输家了 所以现在 有很多的人都想避免 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说怎么样 也把这个大家的面子都保住 我觉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对 就是怎么样 让中央也能过得去 香港也过得去 现在这个问题就难提 就难提到这里 我同意这个和平的判断 就是说 这个中央对香港事务的干预 它其中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 现在这一批人的质量 跟当年这个 就是 这个像 这个处理 像 廖成志啊 什么 杞鹏飞啊 对 还有那个谁 就是 那个时候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本身也是问题 就是中央派来的人 或者在中央管理 这个 介入香港事务人 他们本身的 个人的这个能力也好 尤其他们的价值取向 个人的这个 品格 都不能跟那个 时候比 所以这个也成了一个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这么一个因素 好的 罗小鹏先生 我们只能把您的 发言呢 截断到这里了 因为事件的关系 我们感谢香港的 阳光时务杂志专职 编辑罗小鹏先生 和美国明镜集团 总裁和平先生 参加今天的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 稍后呢 我们还有法律窗口栏目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